重金礼聘金中毕后。 庄凯勋。 柯佳燕为女学员指导。 TVBS。 真人选秀节目《我要当女医》, 于TVBS棚内正式开录, 节目中找来金中士帝庄开勋和事后柯佳燕担任重量级评审, 以及剧场焦慕王岳担任导师, 给选手们纸点铭金。 主持人吴宗献调侃安欣娅, 像当时就是欣娅那双美腿吸引了我。 并夸赞安欣娅从举排妹开始, 一直努力到今日的八点当女主角《事实至名归》, 也即此鼓励女学员要抱持对于梦想的渴望。 陈志一柯佳燕, 曾经主演T拍首部自制剧《飞跃》。 《龙门客栈》, 今日来到TVBS如同回娘家的感觉, 主持人吴宗献笑亏金中士后柯佳燕, 就是因为她的努力, 才可以得到金中奖级昆达的肯定。 金中士后柯佳燕也传授女学员演戏的诀窍, 演员自己的状态很重要, 如果你是自在舒服的话, 观众也感受得到, 我觉得大家不要太拘泥于剧本上, 让自己是最放松的状态到现场。 而金中士帝庄佳燕表示, 表演中诚实跟相信最重要, 如果连对自己做的事都心存怀疑的话, 那你也说服不了别人。 我要当女医从27位具有潜力的女孩中, 进行12期淘汰赛, 选出一位优胜者, 最终担当内地知名作家饶雪曼笔下作品唱情歌同名网剧的女主角。 导致王月说, 每个人都可以是很好的演员, 表演一定有专业的课程可以学习, 演员都是经过训练的, 不管最后留下来的是谁, 我都希望大家可以经由这个节目接触到表演, 所有的表演都是从生活中做出发, 非常开心有这样的节目可以关注到表演这一块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